马里甲州元首预准州选举的决定 让一些的州议员心有不服 而甲州变天的推手之一 也就是原任彭加兰巴珠区州议员拿渡诺伊战 煞有其事的说 15名议员准备今天要入宫 向国家元首来证明 凑够人头组织新政府 可是甲州西蒙主席阿德里的旧打脸诺伊战说 否认有这件事 也是甲州前首长的阿德里金早在脸书澄清 西蒙目前没有打算进见州元首 而是聚焦在透过司法途径 挑战解散州议会的程序 以及有没有遵循州宪法第19-2条款的问题 另一边乡原任行动党哥打勒沙马纳区的州议员刘志良 也在脸书痛斥诺伊战是政治青蛙 要他停止玷污西蒙的名誉 吃人说梦话 而有些的西蒙议员并不接纳他重新加入西蒙 行动党更不会成为他的盟友 根据诺伊战昨天晚上的说法 今天要入供的15名议员 来自西蒙、巫统、土团党以及独立议员 他们将乘坐巴士到国家皇宫进建元首 他还说这是甲州前首长那都是李伊德利斯·哈伦的主意 这条后就去看啦 其实就是看啦